好,我是小林 今天我们来聊墙内一则新闻 一则刑事案件 一个女父亲 居然非常年轻的女父亲 1994年生的 大好年龄 还是小女生的 就应该来讲是懵懵懂懂 什么都不懂 刚踏出大学 刚进入社会没多久呢 居然他是涉嫌敲诈 勒索多名公安局的副局长 派出所的所长 一溜的官员 牵扯出一溜的官员 居然是这么个 很令媒体 很令群众关注的事 因为 为什么会这样呢 像你在美国 像特朗普 换了几个老婆 都没人关注 奥巴马还吸过毒呢 在外国因为信息公开 他对于那种叫做公职人员 叫做 他每一个人在西方社会里面 他都是人 他从来没把他打造成神 在中国 他往往他是把公职人员打造成 一个罗汉 你在庙里面看到的 好像是没有人性的东西一样的打造成 就好像神一样的 他就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有这种事情 像习近平自己也不是有个烂事嘛 他就一个写了个什么 写了个小说啊 还叫 那个习近平和他的情妇们 整个香港的事情就 由哪里来的 整个香港这么大的事情 现在搞得全世界沸沸扬扬 来源就是由于习近平的一本书 说他跟他的 在福建啊 还是在哪里当省委的时候 大家 反正我又搞不清楚了 当时跟一个梦雪 还什么玩意儿 我也忘了啊 大家可以搜一下网上这本书 就因为这些烂事 劳斯动众 去香港 非法逮捕了一个瑞典人 你想想 哎呦 搞得多大 就把整个金融 国际金融中心砸烂 你说吧 就因为这么点事 是吧 这个事呢 也是搞笑 上梁歪 下梁也 上梁不挣 下梁歪 都是这样的 下面也是一通的烂设 上面这么烂 下面也是这么烂 下面呢 就这个吕附近 哎呀 我梳理梳理呗 我也说说我的看法 做一回侦探 做一回八卦 说一说 我对里面的一些信息的看法 首先这个案件 是怎么被曝光的呢 是有律师 一般人没人去看 那个什么刑事判 判决书 文书 网随去看 政府经常啊 有一些公 信息公开啊 他挂到政府的网站上面去公开 所谓信息公开 有几个屁民有空去看 屁民天天忙着赚钱 养家 没人去看 就 但是律师会看 就律师就公开到网上去 所以律师很重要啊 习近平也是特别讨厌律师嘛 三番四次要感觉 律师嘛 经常律师被抓 全世界只有中国这样 把律师当作敌人 所以你看在中国嘛 资本家是敌人 律师是敌人 中国就这样 律师也把他公开的网上引起广泛的关注 我先先说案情 我随着案情 然后里面的细节 说说我的看法 这个吕同志啊 他叫做许燕 1994年10月14日生 回族大专文化 他是在连云港市公安局海州分局当的辅警 他住就住的是江苏省灌南县 现在是涉嫌敲责勒索罪 19年的时候已经被刑事拘留了 中国是这样的 他先拘留 一直拘留 先拘留后逮捕 中国的流程都是这样 所以你看6月19号才拘留 7月26号才逮捕 是这样 他先给你拘起来 放到看守所 然后你坐着坐着 那个逮捕书才下来 不是说像西方 那个拿着逮捕书去你家门口 然后在逮捕你 不是的 他先拘后逮捕 中国的流程是一样 然后逮捕 要先坐牢 也没有什么保释的 在中国真正能保释的人 应该来讲 取保候审的人应该来讲是人大代表 有头有面的才能够给你取保候审 一般人他就直接做 一直做到你看做到2020年做了一年多 先做了一年多的牢 2020年12月17日才做出审理的这个案件 做了一年多才审 哎呦啊 反正我又听说的多了去了 有有点地方势力的 有时候要要搞你啊 真的是太容易了 像像广东很多有权有势的了 比如什么美帝啊 美帝电器啊 那些要搞你 也是我听说过 先先把你做 像像华为呀 这种也是先关后判 有时候你关了一年多 出来才判完 判完判个无罪 你去索赔为一千几百块 做你个一年 就是这样 那他这个关了起来 你看他注意这个时间 他的2019年6月份 把他关起来 他是得罪人的 然后我们看看他的先后顺序啊 他是这样 14年 这是他最早最早啊 这个时候按理来说呢 他是94年 这个时间点 他应该来讲大专媒毕业 2014年3月份 但很可能当时他是什么呢 那种叫做叫做什么 警校 警校啊 他可能是警校快毕业了 然后当时可能有公安局的 这个就是说 贯南县公安局南港派出所所长孙某 就发生了不正当两性关系 当时我猜 我猜哈 这个孙某可能是以 呃 这种安排工作为由 跟他发生了关系 这个孙某是最早的一个 呃 那对于这个 徐许燕啊 对于这个 当时这个小女生来讲 他可能 是半推半就 还怎么玩 反正就跟他 估计是发生了关系 发生了关系之后呢 也是估计是真的 就因为第一次作案 可能 是真的 第一次 他就许燕就 当时估计不是谎称 是真的怀孕了 啊就第一次啊 我说的 因为嗯 像这种年纪还比较小 你说他城府 有没有这么深 我我不知道 在这这个东西 这个 但你说 就法官说他谎称啊 嗯 这个有没有事实依据啊 不还不好说啊 因为因为现在来看 这个法院也是有问题 因为法院很 等一下再说判决的问题吧 啊也是我怀疑啊 我怀疑这个 这个第一次确实是发生了怀孕啊 然后他母亲啊 这个李某啊 就这个许燕的妈妈 她说哎呀 我女儿怀孕了 要找这个孙某麻烦 啊要提出补偿啊 各方面 然后先后三次索要了一百万 嗯 这是这是第一次 这是很奇怪的 这个这个孙某这里有点奇怪 2014年5月 这是第二个发生关系 而这个跟这个第二个发生关系的 这个时间是在第一个孙某的时间里面 所以这个这个啊 然后这个许燕又跟十任冠云县市张 市庄派出所所长朱某啊 又发生了不正当的两性关系 后来又是以怀孕啊 大家人知道啊 欲找朱某 老是为由向朱某所要的人民币十万元 这里就很奇怪啊 这是最先的两个案件 这两个案件跟后来的案件时隔很久 啊 所以先 而且是最先发生的啊 这个是一切一问题的源头 当时因为这两个有重合 这是他当时确实可能怀孕了 然后这个时间重合 他他不知道是谁的 你们两个都有份啊 你们两个都搞了我啊 对吧 他他就当时的真有闹事啊 然后就给了钱 给的钱也是金额相差非常巨大啊 金额相差非常巨大 这个金额是谁来定的也是个奇怪 对吧 如果你说是许燕定的这个金额的话 他没理由两个人相差这么大 一个是一百万 一个人是十万 如果他是个敲诈勒索的犯人 而且从从这个从凶极恶 能睡倒九个人 从小就这么这么臣腐这么深 一个一百万一个十万 这个这个好奇怪啊 我觉得真真的好奇怪 只能说这个钱可能是 这个孙某提出的 很可能是就就这两个人自己提出的 我也不知道该赔多少 你们你们看得办吗 那就孙某赔了一百万 在这里面好奇怪 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最先两次的大家发现 他都是公安局的这种系统里面的 而且这个时间很可能是许燕还没 还没就职 还没到公安局做辅警 之前那很可能是社会上约定俗成的 一种官就通过就卖身来来到换取公务员职位的这种现象 我觉得有可能这个许燕你说完全的 如果他是完全的就被欺骗啊 或者说是 这个可能这个孙某也是很可能很很也挺帅的 一表人才要骗了他的话呢 应该来讲 不会两个人吧 因为他同时发生在两个人里面 所以就是 这是最先的案件 就是我认为可能涉及到一个职位的交易 然后第三个跟他发生关系的呢 就16年了 已经到16年去了 这个时候他应该来讲呢 已经就职了 这时候才正是 就14年发生的关系呢 可能是换取了他在这个叫做海州分局啊 海州分局当辅警嘛 然后第三个跟他上床了 是第九个受害人啊 是2016年3月份 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在海州分局 当辅警 而恰恰跟他发生关系的 是海州分局的派出所所长刘某 这个时候估计是一种上下级关系的 互相的一种乱搞啊 可以可以这么说 这这跟之前一次的时隔很长时间 通常来讲也是这个刘某呢 也是看上这个许某 这个许某估计也挺漂亮的 就网上有传一些照片 但是不是 我不知道啊 我不好说 嗯 但就看应该来讲 还是还是挺漂亮的 不然不会跟这么多男人上场啊 嗯 像这种啊 你看这刘某的 他还涉嫌 也是开一个就是包庇别人呢 开赌场啊 说是包庇 估计他有股份啊 洗衣中心啥的 这个刘某是个 是个牛人 第三个跟他发生关系 是他的同一个分局的上司 啊 就可以这么说啊 嗯 后来这个刘某落马 这个刘某落马呢 就他的这个上司落马 很可能就 就是因为刘某落马 才才搞的许愿就被 被牵出来啊 这我我我认为是这样的 然后还有 跟刘某同一时间发生关系的 是冠军县的公安局副局长 也就是刘某的上司 啊 刘某的上司也是20万 这个时候两个人都是20万 呃 这个时候可能许某已经有一点蜕变了 我看是有一点蜕变了 就是毕竟他之前被 之前可能是真受害者 因为那个你过了两年了嘛 嗯 然后后来这个就许某自己 可能是有一点蜕变 呃 就发生了不正当男女关系之后 欲 你看 都提及怀孕了 都是提及怀孕了 齐某欲找 这个 扣某啊 叫做扣某落势啊 为由像 呃这个扣某 也公安 也县公安局局长 就 就这一溜的人 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 都是公安局里面的人 然后这第五个人啊 第五个人呢 他是这个妇幼保健院啊 这个好奇怪啊 按理来说他真有怀孕呢 他应该来讲是 去 去 妇幼保健院的时候 认识了 就这个是第一次 这个妇幼保健院的工会主席 陈某呢 是第一次跨出了这个公安局的系统 啊 就离开了公安局系统 哎 这个 这个 有点难说 还是他 那他多多少少 他向人家说 我怀孕了 找人家麻烦呢 多多少少人 这是不是跟妇幼保健院里面的人 是有点关系 要开到这种怀孕的证明 不然人家无端端的被你敲销勒索嘛 对吧 他人家也不傻 都是警察 可能能 确实能开出这个证明啊 这个妇幼保健院的陈某 这很奇怪 反正一溜的人际关系 很奇怪 要再有下一个 2016年9月到12月 这个时间段 为什么这么长 这个许燕啊 又与时任冠云县市对 镇中心小学校长 关某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 后以丁某检举揭发 关某的生活作风问题 就是找自其怀孕 找其母育 找关某落实为由 向关某所要人民币45万元 假如他说的这个是真的呢 就这个小学校长这里 就第一次有了共犯 这个丁某 是估计跟这个许某 是什么关系呢 他们是朋友 还是可能许某欠了钱 要欠了这个丁某的钱 要跟这个丁某合伙 敲诈了这个官某 到这个案件就有点那么个敲诈的意思 然后到后面就陆陆续续就发生 跟卫生院副院长南某 也是 但后面就没提起怀孕了 就是直接就发生关系 然后就要我告诉你老婆等等 敲诈15万 其实金额都不是问题 17年7月到17年 17年之后的那些都没说怀孕了 直接就是发生了关系 然后要索要钱财 17年7月到8月 实现卫生院的药库工作人员 同时跟卫生院的两个副院长 跟药库工作人员都发生了关系 很可能是 是在相亲的时候还是 当然不是我 他们都有妻子 哎呦 我觉得这好奇怪 就是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是个是个谜 然后最后最后他有一个林某 这个林某估计跟他是 跟他是发 呃形成了一种 情人的男女朋友的关系 这个以购房交首付为由 向林某所要人民币14万 这个这个首付也也有点小 这首付有点小 呃 然后说说我的观点 哎呦 这这书案前说了这么长啊 呃 首先啊 这按理来说 他这个13年是判得重 因为你是首次犯罪呢 首次 而且不是说逃亡 他自首啊 一般来讲判不到10年以上 13年这个是有缘想 把他关起来啊 就把这个事情就掩盖下去 而且给他判的是什么呢 要退账啊啊 要要追缴违法所得啊 300多万 而且这个罚款500万 为什么要定这个钱呢 呃 就是 跟他那个减刑有点关系 如果你不能退账的话呢 你就获不到量解 得不到量解的 你的刑期就没有办法减免啊 所以说这个罚金 牵涉到这个减刑的一个因素 呃 就特意这么判的 所以这个江苏省灌南县法院呢 这个法院也是有问题 呃 然后里面 很多地方很奇怪啊 我都说了很奇怪 这个人际关系网 有点广啊 很广 这个面很广啊 前 呃 前面的基本上是公安局的同事 刚开始我 我我还猜啊 就可能 是一种交换职位啊 要引诱 我猜也是 这些警察引诱他上床 然后说哎呀 因为一开始这个孙某 他他并最早最早的这个孙某 他并没有说他 他有有就要告诉他老婆啊什么 证明这个孙某可能是单身的 哎呦 哎呀 你反正也是警校毕业了 到时候大家就同事了 这个孙某啊 这个孙某是首次啊 嗯 然后就教坏了他们啊 这个可见这个体制 他也是个大染缸啊 进去之后 你说这个许某完全 没有一点点问题 这个过确实有一点点问题 那你呀 我我我说的话呢 应该来讲判个判个缓刑差不多 真的 你判个缓刑差不多 里面 他也没有强迫你发生关系 对不对 就里面呃 有一个很关键的呢 我见律师说的也不错 就是说你有没有真正怀孕 如果你是真的有怀孕 你行不行成敲诈勒索 这是个问题啊 你确实怀孕了 那你确实应该赔偿的啊 对不对 这个能不能定性敲诈勒索呢 啊 这里面就有的有的说了啊 所以就是就是 你说的公职人员 资金哪一元啊 这些网上很多人说 你说怎么有一百万这么厉害啊 这个一抓一个准 只能这么说 你在体制内有个 这些人一抓一个准 只能这样说吧 他们有钱很正常 这都是这样的 我见的太多了 我可以告诉大家 以前有一个人啊 他是他也是附近 他当时找我啊 他说哎呀 他不是他不是找我 他他是跟我 就是他朋友吧 也是朋友啊 老同学 然后他他附近 他他说 哎呦 我们那个那个女的上师啊 他说我哎呀 我真的是想敲他一笔 然后附近跟我说的 附近跟我说 哎呀 真想敲他一笔 我说在家里面有点账款 贪污回来的 也真的是想想找个办法敲他 因为他敲了他 他也没办法不能乱说的 因为他是账款 账款他告不了你 当时我那个老同学附近 他真的是跟我这么说 还问我要不要一起干 哎呦 所以这真是搞笑啊 可见这个公安局没有几个好人 公安局我认识很多的挂甲牌 挂牌 挂了个假 假车牌到处乱溜的 有 然后随便乱停 超了牌无所谓啊 他们可以取消啊 所以就横行霸道啊 确实也是 但是最后啊 最后说一说这个 他新华社啊 这里新华社他 他也发了文 他说面对公众质疑的当地相关部门 绝不能 三铁聊事 要公开且大财是正理啊 这个新华社居然说了这么正常的话 可见呢 这个案件主要是基层乱搞 中央呢 偶尔也做点好事 也要体现一下中央的学位啊 有正当性 对不对 可见都基层乱搞啊 这个事件 我说许晏 哎呀 反正我的看法就是 你说许晏完全没有一点点错 应该来讲不是 但是13年太重啊 就希望啊 现在他上诉了 可以二审 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的话呢 能判清一点 毕竟也 也是个小孩啊 也是个小孩啊 90年不大的啊 也是被这个体制这群鸟人教坏了 所以就是希望判个缓刑什么 或者说判了一两年吧 但他已经做了一年多了 你现在改判缓刑 他其实也做了两年了 也够了啊 就差不多是这样吧 这个事情先聊到这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点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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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